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关注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 台湾篮队在陈英俊等主力休兵的情况下 依然轻取阿联 豪取六连胜 而许子谦泽在拼亚清国手资格的过程中 展现了他对棒球的热情和对阿公阿妈的孝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 我们将带您关注新加坡花界男团 在共和联邦青年赛中的精彩表现 他们在决赛中逆转英格兰夺金 而柔道女将张灵芳在台北亚洲柔道公开赛上再度摘金 展现了他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 我们将带您了解欧洲转汇市场的最新动态 曼联签下了18岁的法国后卫约罗 补强了球队的后防线 同时 巴黎奥运会的网络故障虽然造成了一些不便 但对整体赛事的影响有限 门票销售系统依然正常运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社报道 苏玉成代表中国参加剑道市井赛引发争议 根据知名YouTuber波特王的揭露 今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剑道锦标赛中 中国剑道国家队内有一名台湾选手苏玉成 体育署要求中华民国剑道协会向国际总会提出抗议 并查证苏玉成是否持中国护照参赛 经查 苏玉成是由中国剑道协会会长 持其长期在厦门居住及工作证明申请参赛 根据国际竞赛规则 非持该国护照的选手可由该国会长向国际总会提出申请书 经国际总会会长同意方可参赛 协会表示 苏玉成长期居住于厦门 但不确定是否有转国籍 后续将交由陆委会处理 中央社报道 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中 台湾男子篮球代表队篮队在新庄体育馆 以100比68轻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收获6连胜 尽管陈寅俊 林亭谦 马建豪修兵 贺博和林信宽各攻下16分和15分 率队取胜 贺博上半场手感火烫 七头全中进账16分 加上高景伟送出7次助攻 半场结束领先53比36 进入下半场后 林信宽在三分线持续挹注火力 单结贡献8分 帮助蓝队顺利推进连胜场次 叶维杰和黄昼琪各贡献6分 外籍教练图琪也急于肯定 称赞他们展现了好的球伤和态度 叶维杰首次亮相就投进两颗三分球 他表示 希望能把握这次机会 拿出最佳表现 不让教练团失望 中央社报道 古堡家商毕业内野手徐子谦 在今年选秀中 被魏拳龙第七轮指名 尽管顺位不高 但他期许自己要打得长久 徐子谦从小由阿公阿妈带大 幼稚园开始受他们影响 喜欢看棒球 并接受正规训练 选秀会获得指名后 阿公阿妈透过电视 看到他穿西装的样子很开心 徐子谦表示 这是完成了他们的愿望 虽然徐子谦知道自己讨论度不高 预期不会在前段顺位 但他希望进到职棒后 能打得长久 先把该做的做好 此外 徐子谦此次也被选入 亚洲青棒锦标赛培训队 他希望能在国际舞台 打出好表现 提升自己的身价 联合早报报道 在新西兰举行的共和联邦青年纪青少年基建锦标赛上 新加坡花剑男团在最后一天的赛事中击败英格兰 勇夺金牌 比赛中 选手苏恒旭和杜云涛开局表现出色 但对手在第三局反超比分 尽管英格兰在后续几局持续领先 苏恒旭在最后一局力挽狂澜 打出9比4的比分 帮助新加坡以45比44险胜夺冠 新加坡基建总会发言人米利 对选手们的成绩表示非常满意 并强调重点在于持续进步 这是新加坡在本届赛会取得的第三面金牌 另外两面金牌由杜云涛和陈维佐 分别在青少年组男子花剑个人赛 和青年组男子配剑个人赛中获得 新加坡在赛事中总共获得三金三银八铜 奖牌总数达到14枚 与苏格兰并列第三 中央社报道 台湾柔道女将张灵芳 在台北亚洲柔道公开赛上再度摘金 张灵芳来自运动世家 父亲是柔道教练 母亲是举重名将 她曾因左膝前十字韧带受伤两次开刀 复健过程艰辛 但宗教信仰成为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去年她在同一赛事中摘童 今年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战中 击败吕欣锐 重夺金牌 张灵芳表示 正面奖牌对她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经历伤势后 能够重新调整状态 并顺利夺金 根据主办单位统计 台湾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中 共收获22面奖牌 中央社报道 台湾男子篮球代表队 白队在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上 以108比97击败美国队 旅美小将富有表现出色 尽管上场时间不多 但获得教练桑茂森的称赞 比赛在新庄体育馆举行 台湾白队的莫巴耶重返赛场 攻下25分 率队取得本届赛事的第三胜 富有首次参加琼斯杯 尽管数据不突出 但凭借俊俏外表 在社群网站上拥有高人气 富有表示 更希望在球技上获得球迷关注 他从金华国中毕业后旅美 目前在西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就读 不排斥未来回台湾直篮打球 富有的父亲陈建勋曾是篮球国手 他期待能跟随父亲的脚步 未来希望在美国球队 找到自身定位 增加上场时间 联合早报 欧洲转会市场风起云涌 曼联迅速出手 以6200万欧元 签下里尔的18岁 法国后卫雷尼·约罗 这位年轻的中后卫上赛季表现出色 帮助里尔获得法甲第四名 并入选赛季最佳阵容 皇家马德里 曾是追逐他的热门球队 但最终曼联成功截胡 约罗的加入将极大提升 曼联的后防线实力 尤其是在瓦剌内离队后 与此同时 曼联前锋格林伍德 在争议声中转会至法国球队马赛 签约5年 身批10号球衣 尽管曾陷入强奸未遂等丑闻 格林伍德的到来 仍引发了马赛市长的反对声浪 但主帅德泽尔比表示将全力支持新加盟的球员 联合早报 巴黎奥运会组委会透露 全球网络故障对奥运会影响有限 售票系统正常运行 此次大瘫痪是由于微软系统内第三方解决方案提供商 Cloudstrike的系统故障导致 包括新加坡张仪机场 泰国曼谷机场和马来亚铁道公司购票系统 在内的多地受到影响 巴黎奥运会的门票售卖系统未受波及 场馆准备工作也正常进行 尽管认证柜台关闭 安检工作改为人工进行 组委会已启动应急计划 确保赛事筹备不受大碍 Cloudstrike总裁库尔茨表示 公司正在与受影响的顾客合作解决问题 力争尽快恢复正常运作 中央社 新北市在2024国际少年运动会中表现出色 以斩获六金四银二铜的佳绩 新秀林子杰在女子八十公尺跨栏项目中 以11秒86多的金牌 被誉为新北飞跃的羚羊 她克服了当地高原反应 展现出色的竞技状态 新北代表队在混合接力项目中也表现优异 林子杰与队友们以46秒69的成绩 拿下4乘以100公尺混合接力金牌 其他选手如张文奇和邱一安 在田径项目中也有不俗表现 为新北争光 尽管来昂市的高原环境对选手们构成挑战 新北的小将们仍以优异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中央社报道 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明天和21日 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登场 除了激动人心的明星赛 还有多项充满趣味和挑战的竞技项目 台纲雄鹰队的羊炮魔鹰 Steven Moyer将在拳雷打大赛中大显身手 挑战2008年统一师队布雷创下的记录 此外 中职会长蔡奇昌也将参与趣味接力赛 与球员 女孩和吉祥物一同竞赛 拳雷打大赛预赛每个选手有三分钟击球时间 前四名将竞技决赛 明天还将进行野球速球王比赛 选手们将比拼投球速度 原本参赛的王政堂因肩膀不适 由魏拳龙的郭天信替补上阵 明星赛第二天还有教练间的打击能力比拼 球迷们对此充满期待 另一篇中央社报道指出 明星赛将吸引合计6万人进场 创下新记录 明天的首战将由世界12强台湾队的 古林瑞阳对决中职明星队的黄子鹏 台湾队的先发打序包括邱志诚、林立、陈杰县等 明星队则由周思琪领衔 他将迎来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明星赛 明星赛不仅是球员的竞技舞台 也是球迷们欢聚的盛会 中职会长蔡奇昌感谢教练 选手和球迷的支持 使今年的明星赛热闹非凡 活动丰富 希望大家能带着快乐的心情和美好回忆离开 根据联合早报 日本体操女队队长龚田生子 因为成年吸烟和违规喝酒 被日本体操协会从巴黎奥运会参赛名单中除名 龚田生子在摩纳哥集训期间被举报吸烟 随后被日本体操协会调查确认 他不仅在私人场和吸烟 还在东京的国家训练中新饮酒 违反了日本奥委会和体协的规定 龚田生子因压力大而吸烟和喝酒 他的行为导致日本体操队的奥运备战受到重大影响 龚田生子原本是日本女队最有希望夺得个人项目奖牌的选手 他的退出使日本的奖牌目标面临重挫 日本体协会长腾田直指表示 这不仅是龚田生子的责任 也是整个协会的责任 并表示将支持龚田迈出新的步伐 体协决定不派选手顶替他 由其余四名选手身加巴黎奥运会的团体赛和个人赛 联合早报报道 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仅剩八天 巴黎地区的空气质量问题令人担忧 空气监测机构Alperif预测 法兰西岛大区将出现臭氧污染 空气质量差 臭氧污染主要由陆路交通工具与工业活动排放的污染物 在阳光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 处于地面时对健康有害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哥为了展示水质改善 亲自下水游泳 法国慈善机构Respire发布的报告显示 巴黎周边112所体育场 大部分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水平 Alperif指出 空气污染对运动表现有隐晦但真实的影响 天气预报显示 开幕式当天将是一般的夏天天气 对运动员和观众都是好消息 中央社报道 台湾高中棒球队的下沟投手陈世展 是此次亚青培训队唯一的怪头 他期待披上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 陈世展在哨棒阶段打过小马哨棒赛 去年也到美国参加被比鲁斯青棒赛 他表示能与国外球队对抗是难得的经验 并希望自己能莫忘初衷快乐打棒球 今年陈世展入选亚洲青棒锦标赛培训队 并希望能为国争光 陈世展在国小时在教练建议下练习下沟 目前直球最快球速约130公里 并擅长多种球路 他希望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善用配球破坏打者节奏 并希望在高中最后一年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 未来挑战终止选秀 联合早报报道 新加坡基建手阿米塔和可利亚 将再次携手征战巴黎奥运会 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是两人的首次奥运经历 而今年他们将再次相伴出征 可利亚在阿联酋举行的 亚洲基建奥运资格赛中 夺得女子重剑冠军 获得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而阿米塔则凭借世界排名锁定资格 阿米塔是法印混血 巴黎奥运会对她来说算是半个主场 她期待至少打进八抢 可利亚则希望能更自信 虽然上届奥运会她的世界排名较低 但这次她的排名已大幅提升 两人都期待在巴黎奥运会上 为新加坡争光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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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